十字路口见鬼法 一支烟就代表一注相 老张点燃香烟 然后让大刀屁股朝上 摆出凭沙落眼式的姿势 随后开始解释起来 头身裤裤裤我去看 啥意思 这个十字路口 南北无光 东西有亮 正是阴阳镖阁 阴魂出没之地 国人的脑袋垂在裤裤里 会让鬼产生错觉 以为是胎儿出身 正是投胎的好机会 自然你就会看见 果然下一秒 一只女鬼出现了 大刀被女鬼吓得疯狂逃窜 而老张却依偎深长地笑了起来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 大刀找到老张 表示根本不信这世上有鬼 还说老张就是一个骗子 老张为了找回场子 于是特意请人假扮女鬼 吓唬这个大刀 果然在大刀被吓跑后 老张的同伙便走了过来 刚才假扮女鬼之人 竟然是一个黄花大小子 但老张能让人看见鬼的事 却被大刀给传开了 俗话说人怕出民主怕壮 很快就有麻烦是找上了门 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得知老张能使人见鬼之后 便找到了老张 希望老张能帮他施法 让他再见死去的男朋友最后一面 而且就算最后没成功前也照付 老张原本只是为了下货下货大表 却没想到能弄到这么大名气 眼见女孩的模样实在可怜 老张便硬着头皮答应了女孩 随后老张便吵女孩 要了他男朋友的照片 并且找来自己的表弟帮忙 见表弟还有些犹豫 老张便表示 就算穿帮了 他也有办法应付 让表弟把心放到肚子里 并且还表示 等到女孩到来之后 老张便开始了准备 他先是点燃了三根香烟 然后告诉女孩 这种藏污纳垢之地 正是阴魂触摸之地 但是一定要记住 待会儿见到男朋友之后 一定不能跟他有太近的接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交代完之后 老张便让女孩 进入了一旁的破房子里 然后便朝着表弟打手势 示意他开始表演 可是当老张回过头来时 却突然发现 刚刚一起点燃的三根香烟 此刻竟然已经有一只将要燃紧 便成了两长一短的样子 就在这个时候 破屋里的女孩也见到了 男朋友的归婚 在屋外偷看的老张 发现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 便有些喜上没烧 可他马上就发现 自己的表弟居然和女孩聊上了 不仅如此 聊了几句之后 两人竟然一起走出了破屋 老张害怕表弟穿帮 于是脸盲拿出手机 刚准备给他打电话 却突然察觉表弟 已经来到了身后 你不是跟人走了吗 我怎么跟你说的 我让你随便应付一下 你应该倒 不但跟人聊上了 还想带你开房子吗 老张逮住表弟就是一顿嘴炮 可没想到表弟接下来的话 却差点把他吓得尿裤子 说了没有 那个真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 那都是我呀 原来刚刚表弟看到 老张的首饰之后 刚想出去 没想到却被绊了一下 然后他就见到 女孩的面前 已经有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就是 女孩死去的男朋友 两个人都被吓得不情 劈滚尿流地逃走了 从此之后 老张对鬼神之事大为敬畏 再也没有了 曾经的游戏心态 已被带进去 入阅